恩杰在家收到的礼品能有多奇葩 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遗甲乱针 有六个核弹送上门 不敢乱喝只敢闻 还有最爱的零食一大堆 仔细一看全是饼干奥利给 更有为他家族其上阵 一家大小齐齐整整 甚至就连可乐都带全家土 万事可乐都不算啥 就是这白事可乐就问你怕不怕 咱就是说就这些吃下去 那都得提前给医生拜百年 这还没完 要说更离谱的还得是拜年给的糖 那主打的就是一个五花八门 太白兔 六日兔 小白兔 甚至还有奶白兔 又不禁让我怀疑这一套系列 要是鸡齐了是不是能换点啥 当然这还远不止如此 如果说旺仔牛奶糖比较接地气的话 可是狗屎汤实在是令我吃不下去 就连在朋友家去吃个年饭都得长长见识 好家伙 你这招待的东西 是真被把我们当外人 果然年货年年勇 今年山寨特别多 甚至送礼还送山寨鸡的 苹果手机 苹果有这种包装吗 你不要骗我 咱就是说 手机要是拿出来 那不得被亲戚朋友嘲笑一年 如果上面几种年货 你要是没见过的话 牛奶这大火 就应该不陌生了吧 还有 好好好 这么完事吧 我吃泡面总藏了吧 我乐个去 这真是啥玩意都能整出山寨货呀 不知在座的各位 家里有上面说的那几种礼品吗 不妨分享一下 是否还有新品 这лин 感谢观看